HELLO,大家好,我是Tiffin 根據統計,香港的樓底平均只有2.8米高 很多人都擔心如果家裡安裝了風扇燈會很有壓迫感 今天我就帶大家看一下如果安裝了風扇燈的家裡是怎樣 Let's go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單位 我們先敲門 HELLO,我是Tiffin HELLO,我是Tiffin HELLO,我是PieConcept的GENVAN 是 咦,這就是新單位了,你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 是呀,這就是我們全新PieConcept完成的項目 就是在月明樓這裏 你主要看到整間屋的色系就是黑白灰 因為戶主都喜歡一些Modern和型格的色系 所以主要就是這三個色空 另外間局上廚房的位置都可以 另外本身廳是兩間綠彈鏡房 我們亦都打通了就可以在這裡 而因為擴貨了廳的空間的關係 我們Tiffin也安裝了一個無葉的風扇燈 你可以試一下 好呀,我們不如坐下試一下 好呀 好了,我們現在就拿到一個remote了 不如我們試一下它的風速吧 咦,我想問這裡樓底有多高 這裡樓底大概是2.7米 如果只算客廳的位置大概有70至80呎 好呀,我們試一下 我看到它的綠度 不如去到最尋試一下 好呀 我看到現在風速開始動了 對呀 好像吹到你的頭髮 很涼一下 好,我們來 它有六段的風速也有好處 就是如果廚房那邊 因為這個是有open area 嗯 如果六段的風速的時候 就可以照顧到廚房那邊 哦,也挺方便的 對呀 好,然後我看到中間有個月亮 這個是一個夜燈功能,對吧 對呀 夜燈就會在燈外面的旁邊 那邊就會圍著發光 嗯 晚上可能它會去廁所 又或者有些moothing的 都不怕 都不怕 對呀,都不怕撞漆 然後呢,我看到這個 咦,我看到它可以變色的 好厲害 對呀,它這個就是有白光 黃光 還有米色光 那主要就是可能是早上 會主可能想起床 可能要看報紙 或者吃早餐的時候 就想用白光 如果晚上吃飯 或者看電影的時候 就通常用黃光 或者米光 這樣營造一個moothing的效果 哦,我還看到它有dimming的效果 就是每一個燈光 都可以調暗一點 和光一點都可以 對呀,都很方便的 因為在設計上 如果一般家居要做dimming的燈 那要配合dimming的燈彈 和dimming的燈仔 嗯 而這個模擬風扇燈的設計 就是可以用一個remote 就可以控制dimming的功能 而燈仔呢 其實我用回普通的燈仔 就可以了 嘩,都很厲害 這把風扇 對呀,很方便 很多功能一身 沒錯 我看到下面還有一個時間掣 一個溫度 還有一個 這個是自然風來的 嘩,這麼厲害 即是它可以時小時大 像森林一樣的形狀 幫你adjust 裡面的氣流 哦,OK 好 Tiffin,我們或是小朋友 幫我看一下 咦,這把風扇比起 外面那把更小和更薄 對呀,因為小朋友的關係 那邊就比客廳小 雖然有一個人類 但就適合用一把小一點 和薄一點的風扇燈 嗯,讓我試一下它的光度 嘩,它也很光亮 對呀,它也是和外面客廳一樣 有白光、黃光和微光 適合小朋友大過後 可能讀書寫字 要用白光任何色分去選擇 哦,我看到它有三段風速 是嗎? 對呀,比客廳那一段 就少了幾個風速去選擇 但接下來它也會出一個新摩 會更靈性和更大風 哦 也做到純液風的效果 做到冬天下涼的感覺 嗯,只有冬天都可以開 對呀,一年四季都適合用 好,那今天介紹就到這裡了 那,多謝張利芬和我們介紹這個 這麼漂亮的設計的家庭和風扇燈 是 那,多謝你,阿菊 對呀 哈哈 對呀? 我會繼續 fol爹 很唔 uniform